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长期担任中共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最近可能会被免职 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25号报道说 这是中共内部权力搅斗之后广泛的人事变动中的一部分 报道引述中共知情官员的话说 最有可能接替周小川执掌央行的人选是现任山东省省长胡鼠青 据知情官员透露 中共党会习近平希望能够安插更多自己的政治盟友 担任政府军队以及党内高层职务 预计人事变动将在下月的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期间进行 不过周小川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最后决定 9月25号21世纪报戏的总编沈浩和总经理陈东阳 在办公室被警方带走 警方还搜查了他们的办公室 中国大陆媒体在转载来自新华社发布客户端的报道后 很快又传出消息说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当天下午已经开会决定 免除沈浩陈东阳的总编还有总经理的职务 由于被抓的这两个人都是大陆传媒业南方系的最核心人物之一 因此这个消息引起了中国大陆媒体同行的震惊 网路上人们甚至形容说这是中国新闻界的大地震 有媒体人评论说沈浩都被带走了 这是要整死21世纪经济报道的节奏了 好可怕 大规模反腐加大规模抓媒体人搞不懂 有记者则回应说 显然不换思想就换人是真的 中共当局日前以分裂国家的罪名 将北京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判处无期徒刑之后 激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 为了平息舆论 上诉期就允许媒体曝光案卷证据 这是严重的违法 刘晓源表示 他已经给乌鲁木齐法院主审伊利哈姆案的法官打过电话 指出了法院的行为违法 但是主审法官只表示会向上级反应 由于新华网公布的材料都是选择对伊利哈姆不利的片段 刘晓源要求中共当局能够公布法院公开庭审的全部录像 以正式听 好观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